看到猫空缆车庆祝累积 运量达到突破了千万人次 举办为期四天的庆祝活动 将要赠送七万只的限量铅笔 还有两千个大头贴钥匙圈 还有每日呢 限定一千名猫缆免费搭乘 有不少民众大胆穿上 妈妈的花衬衫 就为了免费搭乘猫缆 欢迎大家搭乘猫缆的装扮活动 只要身上有花朵水状或是小狗的图案 就可以参加我们 突破千万人次的猫空缆车 依早就许多民众全家出动响应感恩 因为因为我们要去猫空啊 猫空就是狗来 我们穿狗衣服那个猫就全部空了啊 只要穿花衣服还有狗的图案 甚至于水击水钻的服饰就能够免费搭乘 那么有的男性民众 甚至于连妈妈的花衣服也穿在身上 一点都不夸张 为了免费 就为了免费对 这衣服是谁的 妈妈的 那你的呢 我也是 妈妈的啦 你也是为了今天免费活动 嗯对跟他一样 猫懒感恩活动送出了四大礼 除了有一千名的猫懒免费搭之外 还有七万只的祈福线两千笔 另外还有两千个大头贴钥匙圈 要送给民众 超受高中同学的欢迎 还很久 值不值得 还值得 8月26号的晚间 台北一间公司也将在对面的题外停车场 举办大型的演唱会 就为了欢喜猫懒酝酿突破千万